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特别节目 我军的军官队伍主要有指挥军官 参谋军官 专业技术军官 前不久经总政治部批准出台参谋军官考评制度 这是继指挥军官考评体系文件颁发实行之后 我军军官考核制度建设的又一重大举措 标志着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 具有我军特色的参谋军官考评制度基本形成 参谋军官考评工作进一步走上科学化 民主化 制度化轨道 好了 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两位嘉宾 这位是西安政治学院军队人事管理学系的程达岗主任 您好 您好 这位是总参军训和兵种部综合局的肖运红局长 您好 您好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据我所知 程主任您曾经参与了参谋军官考评制度的研究论证工作 从理论的层面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参谋军官考评制度由哪几部分构成 主要内容是什么 参谋军官考评制度主要包括参谋军官考评评价实施办法 和参谋军官通用考评评价标准两个文件 构成了一个功能复补要素齐全相对完备的一个制度体系 考评实施办法一共是9章42条 对参谋军官考评的权限程序方法 以及纪律与监督都做出了具体规定 其中有三个方面的重点内容 一个是考评权限 针对我军机关 特别是高级机关 参谋军官数量大 层级也比较多 这个实际明确规定了各级机关 不同职级参谋的考评权限 第二个方面是考评方法 明确参谋军官考评 采取个人素质 民族测评 个别谈话 实际分析 综合评定 这几个方法来进行 并且来对一些具体的操作部主 做出规定 三是参加考评人员范围 着眼于既充分发言民主 又注重时效 简编疫情 对参加数字会议 民族测评 和个别谈话的人员的范围 进行了科学规范 这是考评实施办法 那么通用考课标准呢 它与战略 战役 战术 三个层次相对应 区分为 总部 军区和军级单位 师级以下单位 三个层次的考评标准 那么每一个层级呢 它都围绕着 德 能 情 记 体 五个方面的考核内容 对应 14个考核项目 和36个考核评价点 按照优秀 合格和不合格 三个档次 有针对性的 立志了具体的考评标准 据了解呢 参谋军官考评实施办法 借鉴和吸纳了指挥军官考评体系的有关成果 和部队探索总结的新鲜经验 做出了许多的改进和创新 那程主任在这个方面给我们做一下解读 这个考评方法呀 是不是科学 它直接影响到我们考评的质量和效果 因此呢 在研究制定参谋军官考评制度的过程当中 那么这个考评方法呀 既是课题的难点 也是我们公关的重点 在这个考评制度当中 有三个方面的突破 一个是 就是改进了民族测评的方法 这个怎么改进的呢 主要体现在 就是讲我们参加民族测评的人员 相对于被考核对象 把它区分为熟悉不熟悉 那么把它熟悉的这一类的票数啊 作为统计得票率的一个基数 这样呢 它有利于客户 因为部门的性质不同 参加人员的多少不同 还有呢 有些干部刚掉进来 时间长短不一样 对于我们测评结果 这个公正性啊 可信度啊 带来一些不利影响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细化了实际分析的方法 考评实施办法啊 明确 对干部的实际分析 通常要采取考评出召开会议的方式进行 细化了 对担任领导职务理参谋军官 实际分析的具体步骤 进一步增强了规定的操作性 有利于啊 克服我们实际分析 简单化呀 走过场啊 是吧 这个防止分析不深不透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完善了综合评定的方法 这个从以往这个考评工作实践来看呢 有一些单位 因为没有把握好这个考评标准 致使我们考评结果的优秀比例过高 这个呢 不利于调动多数干部的这个奋法进去的这个积极性 因此啊 我们这个考核实施办法规定 考评组在综合评定阶段 要切实依据考评信息 根据考评标准 来合理的确定考评结果的各个等次的比例 尤其是要从严控制考核结果的优秀 这个等次的比例 应该说通用考评标准的是 参谋军官考评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肖局长您作为指导全军部队军事训练的 业务部门的领导哈您觉得考评标准有哪些亮点 通过学习我感觉到这个标准是这个结构比较简念 内容也比较丰富 亮点或者说特色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投出了参谋的岗位能力 专制参谋的出现应该说是在公元前353年 基于历史记载了我国的身兵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位专职的参谋人员 从2000多年的发展 参谋队伍是不在客大的 这个分工也越来越细了 但是基本能力还只有四个 那就是 谋划能力 组织能力 表达能力 和业务能力 正是这个标准 就把这些基本能力进行了 分析 并且将其中的核心要素 作为 参谋考评的主要项目 第二个亮点呢 是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对参谋数字的评定必须坚持与时俱进 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可能筛选和理解出来的参谋 就是数字是过硬的 但是呢也是过时的 这个标准在德的评价方面充实了学习运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践行当代革命 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有关内容 在人的问题上呢 也重点呢投出了 战略思维 宽阔视野和 信息化数字的这方面的内容 第三个亮点呢 是覆盖 是覆盖格内对象 这次标准呢 它是坚持共性和个性的统一 把这个基本业务作为全民共同的依靠的项目 同时呢 也对那些格内参谋的岗位认知标准呢 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这样呢 基本上就做到了捅而不死 放而不烂 您刚才讲的一点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就是具有时代性 当前呢 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 我国面临着多种安全威胁 这也对参谋军官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那么标准实施之后 对于锻造新型的高素质参谋军官 有哪些牵引和导向作用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标准就是标杆 考评就是导向 标杆力什么 参谋就会主动的去学什么 考核考什么 参谋呢 他就会努力会什么 我们这个标准呢 为了发挥好这个牵引和导向作用 重点呢 投出了三个指向 一个指向是 强化 信息化数字的培养 过去我们在电影中看到 指挥作战 几部电话 一张地图 一个直百针 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现在可不妥了 指挥作战 计算机和一体化指挥平台 是最基本的 根据这个时代的发展 这是标准 强调参谋人员 必须 掌握军事高科技知识 特别是信息化知识 要熟练 信息系统的操作使用 还要具备 运用一体化指挥平台 进行谋划 和辅助决策 第二个指向呢 强调了这个核心军事能力的培养 这是这个标准 要强调参谋 必须呢 强化这个体系对抗 联合自身的这种先进理念 把这个联合作战 联合训练 联合保障这方面的数字 作为一个重点考评的内容 第三个指向是 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这一次这个通用标准啊 既关注战时 同时也建国平时 把这个参加和完成重大演习啊 反恐维稳啊 强选救灾啊 这些情况都列入了平静的范围 都列入了平静的范围 这样呢就可以引导参谋 不断的拓展自己的知识面 使自己得到全面的战略 全面的提高 刚才呢 我们就参谋军官考评制度的总体框架 主要内容等问题 与两位嘉宾进行了探讨 那么参谋军官考评制度 对加强参谋军官队伍建设 有什么样的作用 在部队的反响又如何 接下来呢 我们将同另外的两位嘉宾进行探讨 好 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节目的另外两位嘉宾 他们是北京军区某集团军 刘震丽参谋长 您好 您好 这位呢是全军表彰的优秀参谋 海军某保障基地司令部作战处 徐峰处长 您好 据了解呢 刘参谋长所在的集团军呢 对参谋军官队伍建设呢 非常的重视 去年的集团军司令部 还被总部评为全军先进司令部 那么两个文件正式颁布实施之后啊 部队官兵特别是广大参谋军官 反应怎么样 两个文件下发以后 我们集团军及时组织了学习教育 并结合第二季度的机关干部调整 展开实行 广大官兵特别是广大参谋军官 反响比较强烈 普遍感到这两个文件体现时代特色 紧贴部队实际 系统性 规范性 操作性都很强 其积极作用呢 集中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是呢 有力增强 识人用人的准确性 以往呢 我们考核和使用干部 主要是通过组织推荐 业务考核等方法进行 不够系统规范 那么这一次啊 制定办法和标准 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系统完整的回答了 考什么 怎么考 等问题 第二个作用啊 它体现在 这个有力激发 参谋军官 求之强能的 内在动力 这个我们感觉啊 制定的这个考评标准 它不仅仅为考评 提供了尺度 而且呢 它实际上 也为我们选拔实用 参谋军官 确立了 硬标准和硬杠 从目前情况看 办法和标准 下发以来 广大参谋军官 紧迫感危机感 是明显增强 第三个积极作用啊 它体现在 有利益 促进部队的风气建设 这套法规制度啊 这个通过学习 我们感到 它特别注重了 扩大民主 提高了识别人 评价人的 公平度和公正度 这也势必会相应的提高 选人用人的 公信度和满意度 不言而异 它势必会对 机关和部队的 风气建设 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徐处长 您作为全军优秀参谋人才 能不能从您个人的角度 来评价一下 参谋军官考评制度 特别是通用考评标准 对于参谋军官的成长发展 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个意义呢 主要提前三观上 第一个观 就是有利于参谋军官 树立正确的政绩官 这个作为我们参谋军官 政绩官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 旅行岗位自治情况 第二个是重大论务完成情况 这两个方面都有 优秀合格不合格标准 知道自己优秀的标准是怎么样 可以使我们参谋军官 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从而进一步增强 参谋军官的 实义心和责政感 第二个观呢 就是有利于 引导参谋军官 树立正确的成才观 通文考评标准啊 规定了这个 参谋军官必须具备五种能力 也就是 基本义务 运程谋划 组织协调 检查指导 和学习创新的能力 这就为我们参谋军官 提升能力的素质啊 这个指明了方向目标 可以这么说吧 这个标准 能够有效的牵引 参谋军官 自觉的去全自成才 变得一万的 要我学 我要我 我要学 第三个观点是 有利于引导参谋军官 树立正确的进攻官 考评的实施办法规定啊 这个考评的结果 应当做我们参谋军官 选拔任用 直接晋升 培养教育 和奖励成熟的 这个重要的依据 那通过落实考用一致的这个原则 可以在部队当中呢 树立起这个 考数字来立生 这个平实际 来进步的这种正确导向 可以计划这个参谋军官啊 这个潮的通用标准 这个方案去努力 那据我所知呢 徐处长所在的基地呢 也担负了参谋军官考评制度的试点任务 您本人也作为考评对象 全程接受并参与了考评 那您觉得运用这套考评制度啊 是否能够全面准确 客观公正的来考评参谋军官的得才素质 履行职责情况和发展潜力 从这个试点的检验 我感觉到这个这套考评制度啊 迁进步的实际比较科学合理 第一个方面 从考评的标准上来看 因为这个通用考评标准啊 他得各类各级岗位的 这个参谋军官度适应 他基本上涵盖了参谋军官的 得才和实际的基本要求 我们基地在试点工作过程中啊 根据总统的要求 结合在这个我们基地的实际 这个对不同岗外的参谋人员 拟制了岗位考评标准 既兼顾了这个考核工作的共性的 又考虑到了个性的特征 第二个方面 从考评的实际程序来看 考评实际办法 把考评的程序规范作为条主线 贯穿于考评的全过程 那不仅讲了这个应当怎么去做 而且还明确了呢 怎样做 先做什么 后做什么 是大家看了一目了然 从我们基地试点情况看 这个严格按照这个规定的程序 组织了考评 这个能够保证 这个考评功的规范统一 和考评结果的口感公正 第三个 从考评方法来看 我们基地在考评的过程当中 采取了个人素质 民主测评 个别谈话 实际的分析和中文评定 等部署来实施的 它不是一种单一性的 考评手段来考评参谋军官 而是注重全方位 多角度的来掌握信心 再次技术上形成的考评机构 更具有权威性和实际力 军官考评是一个 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作 那么参谋军官考评制度 它的推广应用 也必然会产生良好的综合效益 刘参谋长 根据您以往的工作实践 您觉得怎么才能够更好的运用 这个考评制度 发挥好它的效益呢 我感到呢 这个要充分的发挥好 考评制度 得促进参谋军官队伍建设 乃至呢 促进机关全面建设 这样一个综合效益 关键是要把握好 这么三个方面 一个是呢 要考用一致 发挥好导向作用 也就是要坚持按照 制度来评价人和使用人 真正的把考核的结果 以干部的调整配备 送学培养 讲成 以及呢 确定后备干部等挂起勾来 对于考评优秀的 一定要优先使用提板 对于考评不称职的 该调整的调整 该处理的处理 切实形成 能者上 评者让 勇者下的 这样一个良好的局面 二是要考帮结合 发挥好杠杆作用 考评结束后 要依据考评的结果 有针对性的制定 单位和个人 改进加强的目标和措施 力争呢 是考评的过程 成为 学习 教育和提高的过程 三是要 依考促建 发挥好牵重作用 应当 把考评标准 作为 规划 落实 和检验参谋军官队伍建设的 重要一技 和 衡量的尺度 以此 来牵动 参谋军官队伍 以及 各级机关 全面建设的 科学发展 通过和几位嘉宾的交流 我们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 对参谋军官考评制度 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和更加全面的认识 相信随着考评制度 在部队的贯彻落实 必将对加强参谋军官队伍 乃至整个干部队伍建设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履行新世纪新阶段 我军历史使命 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期播出天使的诺言